因為我們學校也有使用Google的這個 網域信箱 所以 可能老師呢或同學 你如果有放比較多資料在上面的 要準備搬家了 因為明年七月份開始 這個 已經沒有無限空間了 以前我們教育版的Google帳號是無限空間 所以像我的話就 用的快一TB 所以 現在呢他七月份改了這個政策之後 是整個單位 比如說我們以學校為單位 整個學校單位 只有100TB的空間 像昨天 我們那個 領東的 資網中心他就發了一個訊息 說現在學校的帳號總共用了600BT 就是1024TB再上去TB的 上一個單位叫 TB 所以呢 6000TB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校友數量很龐大 所以以後要降下 那你要降下來 有幾個方式 當然你可以直接就是備份下載 但是這樣很累 因為我半年前就做過了 因為你老是在下載備份下載備份 很麻煩 那所以說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可以考慮用付費的方案 因為Google本身有付費的方案 那麼 在這邊比如說他100G 原本是不是15G 你的15G再加上100G 那這樣這個100G是一個月65塊 64還65塊 那當然你要用年繳的比較划算 因為年繳的是10個月的錢而已 就送你兩個月 那如果是200G的 就是只有好像90塊左右 那因為我的資料量比較大 我就在下一個方案就是2TB的 就是一個月330塊 等於說現在是付費的時代了 那 當然這個上面你可能想說我沒有用那麼多 可是呢你可以怎麼樣 跟你的家人一起共用 也就是說他最多可以有6個人 6個人大家一起share這個空間 那你真的不夠的時候再增加也可以 這樣的話呢就比較方便 那當然有些人會選擇我自己家裡面買 那個伺服器有沒有小台的那種共享的 這也是一個方式 不過其實我比較看重的是他的什麼 就是資料保 保護的方式 還有就是他有提供更多 附加功能 各位雲端硬碟有沒有很多附加功能 有啊Google相簿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Google簡報 Google文件 你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放在上面的 那你搜尋什麼都方便很多 你要分享也很方便 所以這個是 我所現在所用的 那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 跟 教育版的 那為了方便你轉換 如果你還要這樣把上面的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是有點辛苦喔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教育版的 他有提供一個 轉移的 功能 也就是說你只要按下去 那他就會問你 目前有兩個可以轉換的 一個就是雲端硬碟的空間 一個就是信箱 好信箱這兩個 那你可以選擇兩個都要還是只有其中一個 像我信箱我就沒有關係 就還好 主要是雲端硬碟 所以你只要按下去 他就會自動開始幫你做轉換 等轉換好了 就會有一個信箱 記憶封信通知你 這樣子比較方便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 下載很久 然後再重新上傳上去 這樣子更花時間 對不對 還有可能下載失敗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 您在看這個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那個 他有部分的內容 沒有辦法轉移過去喔 什麼叫部分內容沒有辦法轉移過去 因為我有發現 這裡 他有兩個 是不會轉過去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你的資料夾裡面雲端硬碟沒有空的目錄的話 他不會幫你把那個空的目錄建立起來 只要是裡面沒東西的 過去就沒有了 他不會有空的目錄 第二個 你的Google表單 不會跟著過去 Google文件Google簡報會 但是Google表單 他就沒有跟著 你的帳號一起摳過去 所以這個 可能是您需要注意一下 這個 部分呢 先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有可能 你會 遇到 要搬家的情形 那不管你選擇的是付費方案 那還是自己的方案 總是要把資料轉移吧 遲早的 好所以 記得 那一句成語 超權部署 雖然還有 半年多一點點 但是早點做 你才不會 等時間到了 差邊趕趕趕 到時候下載不完 空間 如果又被 刪掉的話 你就來不及了 OK 好